今年定在500億,在這五年期間,台灣台商繼續往中國去投資的金額你掌控的是多少? 一年一般政府投手會那邊合一通過,就表示意願的大概會上百億 一年百億,那你希望他500億回來? 當然這不能這樣看,因為雙邊的產業結構不太一樣,我們希望有更多人回來 我現在談你定定的目標,那過去五年都有達到目標,過去五年定的目標是多少? 一開始大概是兩三百億,後來增加到四百多億,現在今年變五百億,大概像逐年這樣增加上 兩三百億,三四百億到五百億,那這中間,這兩百億,三百億,四百億,五百億也好 加速多少?加速? 加速我可能要問一下那個投資資料才 馬上給個資料吧,目標這麼多,你們來提供一下 謝謝 台商回來投資的,這個加速有多少? 時間稍微停一下吧,彈個太久了 看誰只管這個AO應該都在腦海裡面吧? 我們從2006年9月到12月是總共有23件 1995年,然後1996年是74件 1997年是127件 1998年是106件 1999年是107件 那現在台商齁,那繼續請教部長,現在台商在中國大陸的有幾家? 加速是萬計的 萬計 所以表示回來不到百分之一吧? 可以說是比例不高 不到百分之一吧,你剛才報告都是百家 不過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很多在台灣都有基地的 比如台塑公司,他不用叫台商回來 他有台灣基地投資,這種不存在裡面 所以基本上這些公司在台灣基地投資 你不要幫他們講話,就是 你現在台商回來 然後我們就說在那邊有一萬家 那回來投資案件 大概一百件 你答護是這樣子嗎? 所以我現在要 不要再辯解什麼 沒有辯解什麼 沒有什麼惡意不惡意的問題 現在了解事實 現在台灣的文化 很像中國文化大革命那個時候 談到什麼就 夠度防衛,然後就強變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是這樣 後來他們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國搞產了 所以現在他們又整個文化又改過來 你看現在 這一次在北京 今天舉辦的兩會 賈慶寧 是賈慶寧嗎?是誰? 他做了結論,中國要發展實體經濟 就要重新腳踏實地 不要光搞錢而已 腳踏實地 然後現在你看,中國現在新的一代 實業家也好 官員也好 談話的時候 都很精準 數字很精準 你看那個鄭立宗 來跟你談什麼問題的時候 準備都充分了,一談出來都不用看筆記 數字,對台灣的數字等等 我接過一兩次 很精準 所以 從這邊就看出我們的問題在哪裡 你看 你看在對話的當中 你為什麼幕僚這麼多來呢? 就是每一個人都有他掌管的業務 他掌管的業務,他基本的數字 動態的最新的狀況 他應該都是記在腦海裡面 部長沒辦法繼續 通通掌握 你有個方向 但是底下馬上要提供資料 上來幫你代打的時候 應該數字馬上出來 你看這個台商現在多重要 這些民間在期待什麼 期待說 台灣的台商在中國的製造業的產值 高達13兆多 這個數字 你同意不同意? 我覺得 數高估了一點 高估了 那你該多少? 因為這邊牽得到了 有不同的定義 各位我也知道 我們台商定義有 產值嘛 我們台灣製造業的產值 用相同的定義 在那邊的產值有多少 你應該有所掌控 如果身為台灣的經濟部長 台商在中國大陸製造業的產值 你都沒有試制 都沒有掌握 那你這個部長怎麼當的 我就真的很擔心 那你還期待到台商回來 那定的目標是隨便定的 那台商回來 他現在障礙在哪裡? 我跟委員報告過 譬如說 台數紅海 在台灣原來就有投資 這都不算台商回台 所以這個要把定義稍微理清 你不要再回到原來的問題 不要再回去 我現在已經問到台商在中國的製造業的一年的產值有多少 已經問到這個題目了 你不要再 不要再這個偏了 不要再回了 不要再回去 不要再偏了 這個題目答案給我 你掌控多少 我目前沒有這個數字 我給你這個 一個參考 我這樣 有到大陸去投資的這些朋友 我這樣 很關心的 常常在問 說 政府掌控的 台商對中國投資的這個數字 大概是他們了解的十分之一而已 我覺得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 他就 不可能 你是公開這樣講 沒關係 我問的好幾個都是這樣的表達 我原來講 南建物核准的金額到大陸去 大概已經超過一千一百億美金了 換台幣是三兆多 是很大的數目 大陸公開的數目跟數目很接近 但我們常常講要加十倍 那十倍是十幾兆 現在我不用這樣去做推敲 我不用台灣經驗 來談台商的中國經驗 因為在台灣投資的 像我實際的 他在台灣是20的工人 他去那邊10年後 20的工人 是兩千的 那裡沒有到五十的 現在去那裡已經一萬的 他去的地方都是這樣 這個 這個大倍數 幾何級數的擴張 中國市場是大 現在我有一些朋友 在台南做美食很成功的 台南美食推銷出去的 行銷出去的 北京 東京 南京 都去這個食品展覽過 那一陣子 一陣子 真的 其中一陣子 和十我 都來自外 很高 Protein 那些幾 tore 等一個 練習 在明顯 通知 明顯 這個 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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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